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部 5s移出了红外模块 翻到背面 我看好这指纹 小米5由于采用了这种陶瓷材质 所以更加容易沾染指纹 相比起来 5s这种拉丝金属的材质就明显要好很多了 而5s上由于这种天线条的存在 破坏了整机的一体感 而且摄像头下方也显得比较空旷 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所以5的设计应该说是更有一体感的设计 更有美感的设计 然后回到这边来看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控键 5s的控键变得更加胖更加圆了 然后稍微有点凹陷 然后小米5是凸起的 然后可以发现小米5s的这个 把这个指纹识别模块放在了玻璃下方 然后为了考虑到让用户知道 控键在哪以及降低这个玻璃的厚度 来提高那个指纹识别的成功率 它挖了一个坑 这并不是一个洞 这是一个坑 这下面还是那个玻璃面板的玻璃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采用了新的指纹识别某方式后 它的这个识别率还有速度 能够达到之前电容式指纹识别的多少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以小米5为例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两者的解锁速度 来 3 2 1 小米5稍快 来 3 2 1 这好像有点慢 来 3 2 1 看来还是小米5快一点点 但是小米5现在已经不是解锁速度很快的手机了 我们来选一个算是标杆的手机吧 触控是解锁里面做的比较好的1加3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两者的解锁速度 来 3 2 1 1加3 快很多 来 3 2 1 还要比吗 我觉得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可以看到啊 作为第一个吃这个螃蟹的人 小米5S它这个指纹识别 在识别速度上是比不上之前那种电容式指纹识别的 它这种超声波式指纹识别呢 在成功率上的确能够达到前者的水平 比如你说它不挑姿势了 哎呀 失败了 我 重新讲一下最后一段结论吧 小米5S身上这个超声波指纹识别 它无论是在识别速度还是这个成功率上 都已经达到了可用的程度 而是实现指纹识别的一个新的方法 接下来是虹米6的5 哦不对 小米5S Plus 其实整体的风格还是偏向于虹米系列的 比如说正面其实就跟虹米6的4差不多 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然后背面呢 又跟虹米Pro十分接近 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做了一些微调 比如说双射的位置 闪光灯的位置 还有指纹识别键 以及它这种T字型的这种天线带 还有这种上下塑料贴片的这种设计 另外 侧边这种双面高光导角 以及音量键电源键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可以说从外观上来看 5S Plus跟5S的关系 并不像iPhone7跟iPhone7 Plus一样那么相近 两者的设计语言有着巨大的差距 不像是同一个时代设计出来的产品 点亮屏幕 5S的观感提升比较明显 基因实验室测试后 5S和5S Plus的参数 无论是色准还是灰阶 质量款广色语屏幕 都属于LCD阵营里的顶尖水平 特别是5S Plus的屏幕亮度 超越了官方标称的550nit 如果说这也属于小米的黑科技的话 那么这个黑科技亮了 而且很亮 可以说只要没有使用国产OLED屏幕 小米手机的屏幕都是比较让人放心的 高倍版的5S配备了3D Touch功能 这个在发布会上被雷军一句话带过的功能 在手机上的存在感应十分稀薄 只能在更多设置里找到 实际体验 3D Touch只有1级按压 而且仅支持桌面上一些原生应用 力度也不好控制 轻点容易误操作成长按图标 无论是使用范围还是使用体验 都远远比不上iPhone上的3D Touch 甚至魅族Pro6上的3D Press 可见这个功能只是小米为了不至于 落后竞品太多而强上的功能 秉称着你有我有大家有的原则 具体怎么改进 还是继续等苹果爸爸的吧 骁龙821相比前代820最大的区别在于主频 CPU大小和GPU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反应在娱乐软件安兔兔上就是将近2万分的提升 但是小米延续了自5开始的鸡贼 5S上这颗超频版820居然又再次降频了 真正满血的821只能在5S Plus上体验 城市套路深啊 降频后的5S与骁龙820机器1加3相比 性能依然出色 打开热场应用和游戏都要更快 但是这样赤裸裸又到用户购买更贵的版本的手段 总归让人不爽 同时也让我疑惑 5S Plus的亮点除了屏幕和内在 还有什么 没错 双摄 5S Plus采用了和华为类似的双镜头方案 一颗彩色一颗黑白 型号为广泛应用在魅兰E,360N4,Home Pro等机型上 让某厂商找遍全球才找到的IMX258 为了验证发布会上5S全打S7 Edge 搅替iPhone的结果 我们也来场盲测 以下三组的样张都是我们的摄影师分别用5S 5S Plus 三星S7 Edge iPhone 6S Plus拍摄的 哪张更好相信观众们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盘点今年手机圈最火的词 黑科技一定算一个 小米5带来了10项黑科技 这一次小米5S免得刷新记录 不仅如此 真正能称得上黑科技的 也只有超声波指纹识别 大尺寸感光元件 其余的3D Touch压杆屏 骁龙霸1 以及5S Plus上面的双摄 无疑不是早被别的厂商接足先灯 且做的更好的东西 5S和5S Plus 就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款产品 被强行绑到了一起登台现场 在将近两小时的歌声中 我们听出了小米对被抛笑的恐惧 恐惧源自于当初没有跟进正面指纹识别 带来的太过惨痛的教训 也听出了小米赶牙子上架的无奈 并不革命性的超声波指纹识别 加上一个降频版821 就成了5S身上最大的卖点 在这个小米面临盛世危机 不断被看摔的档下 一个小米手机5金属版 加一个红米5S Plus 也许都不足以满足我们对S的期待吧 记得雷总在发布会上说 请大家不要再黑我了 台下的我十分动勇 并且想说 爱之深 黑之切 花学金 用的怎么样 还可以吧 挺好的 毕竟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就这样 特别宝贝 虽说没有 没有友伤的那么灵敏 唯一有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他这个后面版 我也不满 对 特别像 不觉得像东西吗 像什么 铁盆有那个意思没有 前面鼓的 然后这个接缝也不太好 嗯 好 不说了 我继续 哦对啊 还有他这个压杆 压杆 嗯 压杆怎么说呢 就是他肯定没有iPhone做的那么有质感嘛 但是 还是有点例如了 你得使经验它才会出现许多东西 那花细菌你会考虑购买它吗 花细菌 花细菌 呃 你会考虑购买吗 你会考虑购买吗 会考虑购买吗 咱们别互相伤害了好吗 跟他 我走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可以在微博微信搜索爱否科技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